新鮮毛蟹放鍋內 薑片辣椒少許調味 毛蟹享受湯汁精華 水再收乾重複兩遍 點綴胡椒醬油控制火候 等25分鐘一刻不能缺 這招乾燒毛蟹由老闆發明 全台唯一就在雙溪 一般的螃蟹我們只會清蒸 紅… 最簡單的料理 然後就吃不出這個特別的味道 我覺得帶有五菇魚的香味 可是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肉質是淡水的味道 然後醬燒很特別 讓外地民眾紛紛專程前來 對蟹黃多隻毛蟹討論不完 因為再仔細看 他們家毛蟹都吃素 是吃玉米 不吃魚 獨門秘方多 碰上秋天吃蟹劑 用餐時間客人坐滿 讓人不實 像當年 以前毛蟹很多 都沒有人 每年在賣 所以有才賣賣蟹 差不多不用年我都沒什麼人 老闆說 雙溪水只好 毛蟹滋味不熟大閘蟹 因此是雙溪著名產物 但外人不知道 當地其實只有他們一家 毛蟹料理店 能說雙溪有三寶 毛蟹 山藥 還有野薑花 真的嗎 那一片本來一大片都很漂亮 結果人家就蓋黃色 通通把牠產除掉了 能再種野薑花 那哪有辦法種 這個四人土地 我們哪有辦法去種 那工具還沒有推動啊 里長氣憤說 過去雙溪路邊 隨數可見野薑花 現在卻只剩零星 原因出自這幾年 農田都成房子 但外界不知情 每年秋季 總有大量民眾 抓緊時機想游雙溪 如今能共同見證 三寶風采 是靠努力生存 延續下去 八大新聞是如今 明星北創報導